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0日星期一 今天原先都不想講騰訊 但是又升了上來 都要講一點點 因為我想最多人問的問題 究竟現在還追不追課 有課的如何做法 先回答大家後者的問題 有課的話先拿著它 我也是那句 騰訊對於我自己來說 是不切目標價的 現在當然大家 我不知道 你問我自己今天 開不開心呢 平常心 因為我自己都經常說 你看騰訊 不要用一些坊間的看法 坊間還是集中於 可能它本身有些手遊 因為今天最多說明天那一天 吃雞的遊戲 那這遊戲就會上線 又炒這個消息 我想我也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是對於騰訊的價值 值在哪裏呢 都是說是之後 例如AI和大數據這一方面 而這一方面的潛力 真的我覺得 暫時計算不到 所以我覺得騰訊這隻股份 大家如果有課的話 很幸運 大家按就OK 之前有聽到我建議 拿了貨的話 不妨再考慮一下 拿著它先 放心 我真的到有一刻 我會覺得 騰訊已經到了盡頭 我會跟大家說 我沽貨的 但是現在 到這些位置 我都認為 騰訊是未有這麼快 見到頂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這麼擔心 儘量先持貨 至於未有貨的話 都是那句 你說要高追的話 不是不行 但是你要分幾柱錢 即是你預計了的話 可能這一柱貨買完之後 可能你真的要預計了 是要坐的 還有 你要預計這一筆 只不過第一筆的資金 再跌下去的時間 要分開 這樣做法 其實沒說不行的 但是當然 大家如果可以等 有耐性的 不如就等一會 我都不覺得它的價 可以無字經這麼快 一支錢 衝上去 是有調整的空間 我也在等這些機會 因為 話說 自從 之前好像320多元 增持了之後 好像在業績之前 然後 沽了貨之後 再加回住之後 其實我沒有再加住 這樣到現在 所以我也想等機會 可能不再買 不過 真的 給點耐性 先等一等 好估計的話 不擔心 我覺得 只要這間公司本身 有價值的時間 你高了 也不怕 但現在這些位 真的再追 因為這段時間太誇張了 所以 等等 回到的時間 再買 我其實 這陣子 和我的同事 Jason在談 開玩笑 今年的騰訊 我自己 都叫做自己的代表作 開心的 但是 到下年 要找一支股份 你要再推介的話 好像騰訊 那麼厲害 真的比較困難 有一支 現在心目中 有一些想法 但是 要再去仔細 再想一想 那我借哪一支 都不妨先透露一下 不過 不是叫大家買 我也有貨 那支叫新移網 8008 但是 再研究仔細些 可能 到十月份 到七 有一天 特別說 可能下天的推介 再和大家分享 那支股份的看法 但未必一定是這支 只是一個初步的說 所以大家就 真的 不要輕舉妄弄著 始終現在 市場 都真的 到這為止 無謂再高速了 是不是 不過 再說回市場 因為 一半的時間 我都騰訊 不好意思 先說回市場 大市 都是靠騰訊 彈天堡自尊頂住 然後 很多的板塊 股份 都是不行的 特別是中資的金融股 剛才叫我補起 現在先補一下優 因為 我也承認 中資金融股 我自己看法 是看錯的 特別是勸商股 我自己原先都預計 在今年的下半年 內地的勸商股 有機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但是真的 不就 而且A高那邊 你會看到 原來現在的減價戰 都還是很誇張 那些減銅戰 還很厲害 之前九月份的時間 曾經有些 中正監獎 中正監獎的會議 都提及到 可能這些勸商 就不要打減銅戰 但是最新的資料 反映了 減銅戰 加劇了 而且在上星期的時間 內地方面 一些 三項一會 都出了一個 對於理財產品那邊 甚至在金融方面 加強了一些監管 而這個措施 似乎對於勸商 有個別的文件 對於勸商來說 都是比較不利的 雖然那些勸商股 今天有一個比較差的表現 但是 我承認 這個勸商股 似乎 真的看錯了 如果大家 如果有貨的話 可能趁之後的時間 有反彈的時候 可能先減遲 我覺得 減遲一下 真的不壞 而且現在這段時間 不要太重貨 因為你說 勸商股有沒有機會 我依然覺得 就是A股的行程 在今年餘下的時間 還有 下年應該不差 但是 以一個 風險管理來說 再有些調整的時間 或者 反彈的時候 先減遲些 因為將自己的風險 降到最低 這個可行性會比較大 反而 如果你要再買一些 中資金融股的話 平保 只要平保 那邊是很亮 所以大家要再買一些 叫做 內地的中資金融股的話 平保 也是首選 人壽都是 不要保持住 人壽始終股價 落後得來 真是 沒眼看 所以大家 再選股的話 都是選一些 叫做 強勢股 會比較 適合一些 所以大家都是 現在這一段 這一段的時間 你可以說 港股 希望在騰訊 這個叫做 平保 這些股份 大量之下 希望有些比較好的表現 但是 始終大家看到 這一段時間 的痕子 就只是 升這些股份 反而突然轉 就是說 跌跌股份的數量 都仍然有很多 今天為例 其實跌跌股份 都過千隻 反映了 市況 真的不算太理想 而且 也可以說 那些新股 就是 月文 那些股份 都頂得住 但是 這隻股份 令大家真的很失望 都算是尖老 我自己認為 到沒有 到這些位置 其實是關鍵的 招呼駕這些位置 是暫時 頂得到 不過 這隻股份 基本上是差一點 我覺得還是差一點 所以 有機會 彈上去的時間 大家也選一選 我自己 這個 這個股份 和這個 雷石 還拿著 拿著的原因 不是看好他的前景 最主要是因為 都是想找我 毀走貨 不過就是 因為看過量 拿著的數量不多 所以反而我又不是太在意 他的表現 但大家如果這日多貨的話 怎樣也好 真的自己要做一些風險管理 如果假設 即是液金 即是穿了招股價的話 我擔心 真的會有比較多的股價 會出來 所以大家如果這日本身多貨 真的自己要看路 和真的要做一些 暫欄的部署 記住的話 在股票市場上 留得青山在 立法無台銷 所以不要緊 這張書 可能下一張 要賺回來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還有大家的問題 都想解答 大概這一兩天的時間 家裏有少許事情在忙 所以就沒有解答大家的問題 轉個頭 明天一股資料之後 就會馬上回答大家的問題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